天后李文口口离世 享年48岁 告别是7月31日 在香港殡影馆举行 两岸3D的粉丝远道而来 送他最后一程 粉丝也集资在香港巴士站 放上他美美的海报 现场花篮满布 满满的祝福 也希望他能一路好走 我个人从国小六年时 就一路这样子支持他到现在 主要就是真的是他太会唱歌了 他的歌声就陪伴我们长大 就是我们大概25个人 然后就是从小都很喜欢李文 然后特地一定要过来 好好的就是送他一程这样 就希望他的天上好好的 对然后可以保佑我们大家 然后还是一样这么灿烂 这么就是知道我们还是很爱他 永远都一直这样子 不会说忘记他 我们这次准备了李文的扇子 我们特别定制的 就希望说他可以记得 我们台湾的粉塞这么爱他 然后以及我们有准备了布条 然后跟花 然后还有我们亲手做的卡片的部分 这样子 然后我本身是有跟李文 就是有亲密接触过 就是合照啊什么的这样 这辈子大家看了他五六次吧 就很像一个朋友突然走掉 就是很像姐姐一样 他看到你就是热情地抱你啊 跟你打招呼啊 他不会说有任何让你不舒服 就是笑容很亲切 甚至他都会搭你 今天跟你拍照 那包括我们几个团员 每个都是跟李文有接触过的 所以不是说 就是说来凑热闹 大家都真的是铁粉 他突然这样离开 我们真的很不舍 然后也非常非常难过 我们至少每个团员都 哭大概一个礼拜了吧 才稍微比较平静 然后去接受就是他这个离开这样 怎么说就是对粉丝非常好 也愿意让粉丝在他的MV里面曝光 我相信这是很多歌手比较没有的 包括他也做了又很爱那样专辑 说希望说唱到八十岁给我们这样 那我们希望就是 他不是真的离开 他还活在我们心中 他可能只是去太空旅行 那就是什么的 然后在天上照耀我们 就像我们写的这个 它是最闪念一颗星星 永远在世界上照料我们大家这样 我们从初中开始就一直 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 从他的第一张专辑 然后一直收集他的那个 磁带碟片 我们有从内地带花 因为听说这边花卖得太晚了 然后这边还订了有花圈 Coco在我们的心中 就是一个天使 他非常的善良 然后我们都希望他在 在天堂 一路走好 继续为我们歌唱唱曲 一直以来就是 这么多年 他都是我们的精神上面的 可以说是精神领袖 然后他的乐观自信 就是感染着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然后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就到今天为止都觉得 好像不真实一样 都觉得他还在我们身边 就希望他以后 在那边做他自己 做他自己做灵魅灵 我一直告诉自己 就当他是一个老板 就当是以后 只是听不懂他 出现在工作面前而已 他一定会在某一天 他的生活中 不敢说是他 他也不希望看到我们 他的生活中 不敢说 他也不希望看到我们这么能胜 他也不希望看到我们这么能胜 特别是这么 他笑得那么开心 所以我就想 我们也要开心地活着 我想说可能要 要过这时间才能吃